沉淡 舒服吗 睦睦 舒服 睦睦 你今天真棒 那个真报会 就是想离间我们的关系 我压根就不会相信她 所以我才说 我的睦睦是最棒的吗 你不用彩虹品来唐搜我 我们必须得约法三章 省得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睦睦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要怎么保证啊 这么保证 林一舟 我想跟你说件事 你说 我 饿了 小蠢猫 我去给你煮面 好 对了 明天晚上我要参加同学聚会 行啊 那明天我早点回来陪你去 不用 同学聚会不让代家属 你忙你的工作就行了 为什么不让 你知道吗 这样一来我就等于又丧失了一次 宣誓主权的机会 你上学的时候肯定很多人爱慕你吧 对啊 我当时可受欢迎了 你吃醋了 不 我不吃醋 我不吃醋 哎 我想起来了 没有啊 是不是那个老师被隔壁伴欺负 却不敢告诉老师的姚良 对对对 说到这儿 我想起来 他好像被人打到重伤住院了 诸位同学 上个星期我去医院的时候 碰到姚良他妈妈 他妈妈告诉我 姚良两年前被酒驾开车的给撞了 现在还在昏迷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怎么会这样 高中的时候 他只是不爱说话 但人还是很善良的 是啊 他老好人一个 性格又有点怯怒 就算被人误解了 也不会为自己辩解 夏琳 你那个时候不还帮过他吗 他心里应该很感激你的吧 我其实 也没有帮他太多 不说了 不说了 我就是心里有点感慨 快 我都在 来 同学们 来 老灵 来来来来 你去那边坐 你去那边坐 为我们这次相聚 我们来干一杯 来 来 同学们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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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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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琳 我是你的高中同学姚良 可能你不记得我了 但我一直记得 当我经历校园霸凌时 只有你站在我身边保护我 最近 这些回忆愈发强烈 他告诉我 要把那时候没有说出口的话 告诉你 我喜欢你 抱歉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吓到你了 如果可以 你能接受 我做你的男朋友吗 姚良 你好 我当然记得你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但是很抱歉 现在的我 以事业为重 暂时 还没有恋爱的打算 不是 好的 但 我们可以见面聊一聊吗 很久没见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 我还有一个酒吧的舞会活动要参加 那我可以去找你吗 过来吧 好 你看 过来吧 吃菜 吃菜 吃 夏琳 坐啊 睦睦 你喝多了 没有 我一点都没喝多 就算喝多了又能怎么样 刚好你可以在这陪我散散酒气 行 我陪你散酒气 来 林玉舟 谢谢你今天来接我 你都没有看到我那些同学 全都是羡慕嫉妒恨的 是吗 那你今天开心吗 开心 特别开心 林玉舟 你知道吗 我高中的时候 在班级里是班长 班长你知道吗 那可是一班之长 在班里除了老师 所有人都得听我的 虽然我觉得 自己更像是个打杂的 高中毕业后 就没有见过面了 今天和大家见面 感觉自己 又回到了十八岁 我们今天还聊到 高考前的最后一节课 那个老吴 就是我们班主任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说说自己的梦想 我当时 就特别坚定地告诉大家 我要做一名演员 不过很多人都觉得 我是在开玩笑 我认识的木木 从来不会拿自己的梦想 开玩笑 对 梦想说出来 就是要去实现的 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出来 对啊 你已经很勇敢了 你知道吗 还有很多人 连说出梦想的勇气都没有 更别提实现了 怎么了 林依舟 我们今天在同学会上 提到了一个同学 谁啊 姚良的诗 跟林依舟又没关系 算了 他已经够忙了 别拿这些诗来打扰他了 也没什么 就是一个同学而已 没事的 你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我不介意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现在很幸福 谢谢你林依舟 那我就让你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也不想跟其他那些숫子 你不得了 你不带你 不需要那些事情 他要听我 去吧 他这个有没有 都没有 有非常好 我为什么你 蔡英 Frau 他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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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